繼續其他的新聞焦點 我們來關心的是總統蔡英文 他是以民進黨黨主席之姿 引用柏拉圖的話催票 他說如果不關心政治 就等著被糟糕的人統治 但是我們來看到 光看他站台輔選就被嗆 一直到衛福部長薛瑞元 竟然說質疑本土疫苗的聲音 他形容就像被獅子咬 甚至連超過14億元的高端疫苗 借其銷毀 指揮官王必勝 他也雲彈風輕的表示任務完成 結果立刻引爆的是大批的網友 冠爆了蔡英文的臉書 直指他才是那個糟糕的人 抗疫民眾來了我就扛 高端的事情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那他是一個安全有效的疫苗 那也完成階段的任務 高端一百六十萬劑介紹 將全數銷毀 十四億放水流叫做任務完成 被那個撒嬌加到一樣 要好好清晃你就要撩很多時間 如果還不領情 在緊追國產疫苗爭議 恐怕對堂堂衛福部長而言 也小如獅子 連兒童權力公約國際審查會議上 探討青少年墜樓問題 衛福部心理健康司長成立中 也能以台灣高樓增加為由 輕輕帶過 但這些都是小老百姓日常 也都關乎於一條又一條寶貴性命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卸責論述 就是他也找不到原因 那坦白講真正的原因當然是因為 家庭壓力大啦 學校有霸凌啦 或者升學壓力大等等等嘛 那這個總的原因你 你衛福部找不到理由 找不到 不是有還有社會安全網 對不對 所以這個嚴格講跟衛福部 跟內政部都有關係 當人民深陷水火 總統蔡英文 卻似乎更想稱職做好黨主席一職 全力為1126號票 甚至料出如果不關心政治 就等著被糟糕的人統治 我覺得蔡總統現在的狀況 其實不是說他要怎麼催票 而是我覺得蔡總統個人的精神狀況 進入了一個就是令人擔心的狀態 他也許滿心以為在台下 聽到他講這番話的 又或者是在臉書上面 看到他寫這篇文章的人 會把他的眼光投向民眾黨 或是國民黨 殊不知看到這篇文章的人 真的心中只想著說 沒錯啊 我真的好怕被民進黨繼續統治 所以蔡總統的狀況 應該是我真的覺得 他與他的快樂夥伴們 過去靠著文宣跟各種操作 然後就是可以帶風向 但今年很多明星 還有很多這個社會的氣氛 跟之前完全不一樣 他們卻還是活在過去的成功當中 可是總統 人民選民不該被無情切割 柏拉圖的一席話 套用此時更顯諷刺 不關心政治就等於 等著被糟糕的人統治 回家投票才能拒絕 我們不想要的未來 簡稱此番禮沛宣台報導 但是呢其實我們繼續還要來看到 這一回主要是因為 衛福部長薛瑞源 他日前接受網路節目專訪的時候 批評國民黨攻擊手法很討厭 就像是被投尸咬到一樣 好國民黨團立刻回擊反應 他說這種說法根本是不三不四嘛 而且是藐視民意 不過薛瑞源也澄清了 他講的不是很精確必須要道歉 他說呢這個說法其實並不是 針對國民黨 而是網軍後續的編故事 昨天其實我講的不是很精確啦 因為主持人在問我的時候 講的是說又有什麼爆料什麼的 那我今天再澄清一下啦 第一個用投資去形容不太恰當 這個是我必須要執歉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一直有這種莫須有的東西出來 但事實上第一次我舉的那個例子 的確是國民黨很開記者會的事情 但是後面的話可能是網軍啦 可能是網軍啦 這不見得跟國民黨有關係啦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講得不夠精確 有時候是覺得說重複的問題 一直問一直問 但是已經給了答案 然然還是不夠 還是會覺得有點煩啦 不過行政官員的話 也不能說煩啦 就是問了你就打個 一次也是要打 十次也是要打 就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中天新聞網的報導 因為九合一大選 進入最後倒數計時了 各個陣營其實都加快自己的腳步 但是民主進步黨的臉書粉專 竟然被抓包 因為呢 誤把桃園市長候選鄭運鵬的名字 打成了鄭運騰 好立刻呢 引發網友的熱烈討論了 有人說是臨時又換人了嗎 好這回是臉書粉專鄭克爽 也發文寫下了騰襲鄭文燦 票投鄭運騰 而且開酸 民進黨的桃園市長 是不是第三次換人了呢 恭喜鄭運騰同志 好接下來還要來關心 這是民進黨的 他被市議員王世堅 遭到綠營的網軍側翼圍剿 罵他不夠挺陳時中 於是呢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他爆氣翻臉 痛罵黨內有派系仰網軍 王世堅當下氣到發抖 林嘴說呢 網軍之所以會這樣 就是因為他們背後的總司令 是總統蔡英文 陳時中選情緊鋒 同黨的王世堅 遭綠網軍圍剿 罵他不夠挺陳時中 也不夠對依氣效忠 他仍無可忍暴走乾臉 痛罵黨內有派系仰網軍 派系大你就欺負人 選民會看清楚的 修除你們這些綠營集團 惡劣這些傢伙 太監啦 太監才會幹那種事 光明磊落的出來 小英過去曾欣賞黃珊珊 但同樣的話 王世堅一說卻出事 到底哪個派系最會仰網軍 用抗中綁架百姓 王世堅這麼問小英 他可以請問小英總統 黃珊珊的哥哥 是不是幫我們主持國建國戰 攻擊他什麼呢 你要說他不抗中寶台嗎 這些叫我夠了 就他們幾個人抗中寶台嗎 抗中寶台是你這些側翼網軍的特權嗎 只要你會抗中寶台嗎 既然他被罷免了請他閉嘴 回去當他的太監 王世堅氣到瘋狂彪悍表情有趣 他不好罵小英只能代罵網軍 你擔任側翼網軍這份工作 你何止為五朵米折腰 你是出賣你自己人格 你改天 你要跟你們學生說 你們白以前的做網軍 你說講這個話嗎 那不是笑話嗎 拜託你站坐起來做一個有人格的人 明嘴說王世堅不敢說出口的話 在這裡 蔡總統就是既得利益啊 2019的賴清德 2019的韓國瑜 去年的嚴寬恆 哪一個不是網軍側翼的刀下亡魂 他們之所以能夠這個倉皇 我後面老闆陳英文 他才是網軍總司令 綠軍用抗中寶臺訪家選民 但陳時中遭提爆選舉時 黃說自己有抗中寶臺DNA 欄偉抓包愛抗中的陳時中 擔任北一大董事期間 2016年底赴大陸 參加北一大和寧波一流中心的交流活動 時間點就在擔任衛福部長前的一個月 是一個公開的行程 並沒有所謂的私下交流 中國共產黨的官員跟你喝酒聊天 你的抗中寶臺DNA在哪裡 還是那個時候這個DNA還沒有生出來 民進黨的抗中DNA不知道到底長在哪裡 三綠網軍打毀滅戰德 正正命運到是讓不少人氣讚心力 藍綠兩黨的新北還有桃園市長候選 17號不約而同在桃園合體拜票造勢了 並且為搶通勤足票隔空較勁 力推北北吉桃1280月票的國民黨桃園市長候選 張善震說了 林佳龍當交通部長 曾經否決台鐵和國道客運納入1280 誰才是真正照顧雙北的通勤居民呢 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高雄市長陳其邁他現在力拼連任 選情比較穩定 但是綠營內部很憂心 高雄這回有100多個裡同額選舉 選情冷嗖嗖 因此陳其邁平跑外線是助選搶曝光 就是希望能夠換回一些有子的選票 國民黨市長候選人柯志恩 則是營造討厭現在的民進黨氛圍 希望能夠搶攻多一點的中間選票 20號這一天還會請到韓國瑜來助選 力拼最後翻轉的機會 好至於在今年這個苗栗可能出現變天嗎 大家知道過去苗栗一直都是國民黨的鐵票區 但是這一回因為國民黨分裂的關係 所以民進黨把握藍營內鬥機會 府院黨輪流南下要幫徐定貞來催票 當然有人說這是苗栗72年來民進黨最接近勝選的一次 國民黨在苗栗的分裂讓民進黨迎來72年來最接近勝選的機會 國民黨提名的縣長候選人才能打敗民進黨 我沒有離開國民黨 苗栗一直是國民黨天下 民進黨從未執政 四年前綠營離讓五黨籍的徐定貞出展縣 縣長徐耀昌 徐耀昌拿下57%的得票率順利連任 2020總統大選藍綠得票有拉近卻被動搖 韓張沛以百分之五十點三二穩住選情 苗栗是藍軍在西部因最多的縣市 在苗栗國民黨最大的敵人是國民黨 前後任縣長各用其主 但中東警這方除了徐耀昌 還有立委陳超明正前倒戈 這也讓謝伏鴻基本失去苗栗 竹南 投奔 山海縣三個最大票倉四面楚歌 你們苗栗怎麼會那麼沒有水準 怎麼會選到一個那麼爭議 我相信苗栗的鄉親是很有智慧 他們是看得懂的 我認為這個黨派還是不要太過分 藍以忙內鬥綠營先互助四成基本盤 為擴大年輕選票也喊出私下苗栗國的標籤 是黑白的對決 是是非對錯的對決 只是整個的經濟的發展 通貨的膨脹反而抵消了 它可以變天的這樣的一個機會和條件 過去一直是國民黨鐵票區的苗栗 碰上欲棒相爭 民進黨能否餘翁得利 讓藍天邊綠地 完成七十二年來首次的政黨輪替 讓苗栗縣長這一役 罕見成為激展焦點 接著彭志銘韓志銘在景全苗栗採訪報導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它是長時間的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鮮味共演到一爐進去 層面的蛋白質 它是雞肉牛肉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CTI567 CTI我辣7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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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